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间步入盛夏 夏天的田野 满眼是翻滚的稻浪 果树棚里也一茬茬的换着新苗 入秋 风浮动着稻田 空气里弥漫着稻香 稻子开始收割了 而这一切最神奇的是田间地头 几乎无人出没 那这些农事都是谁来干的呢?来中国看看你就知道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近日位于广州宗城区的华南农业大学 无人农场迎来道股丰收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西文带着师生 在这里演示了水稻生产 耕 种 管 收 产 五项环节 全程无人作业的过程 并首次展示了 由两台无人驾驶收割机 共同向一台无人驾驶运粮车卸粮 在华南农业大学无人农场 晚到收割的现场见不到一位农民的身影 只有无人驾驶机器整装待发 在这50亩稻田内 两台无人驾驶收割机 一台无人驾驶运粮车沿着规划好的路径 向收获田块行驶 收割机进入田块并收割装满水稻后 将自身位置作为卸凉点并发送信号给运粮车 运粮车精准定位并自动行驶到此位置 随后顺利接粮并运送至粮仓 启动 到位 收割 粮食转运 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 全程无人驾驶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希文介绍 多机协同作业不打架 对无人作业的精准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是一项新的技术突破 也是多年来 中国在农机导航和自动作业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体现 在这个领域 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总体上处于并跑的状态 我们做的比人家还好的一项就是 主从导航收货系统 两台收割机对一台运粮车 我们做到了 如果田块相对集中 地块比较大 说不定三台四台收割机都可以 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研究 2020年为了探索解决谁来种地 和怎样种地难题的途径 罗希文团队基于研发出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北斗卫星系统智能农机设备 创建了世界上首个水稻无人农场 近三年来团队已经突破了无人农场的关键技术 第一实现了耕种管收生产环节全覆盖 全部都是无人的 第二实现了机库田间转移作业全自动 第三实现了自动避障易矿停车保安全 第四实现了作物生产过程实时监控 第五实现了智能决策精准作业全无人 靠科技解放农民的生产力 这是罗希文长期坚守农机事业的动力源泉 回想起儿时帮父母在农田里干活的情景 如今已77岁的罗老仍历历在目 我的老家在湖南猪州一个种水稻的地方 我六七岁时在地里插秧 插秧最辛苦的就是腰痛 在田里干农活那些镜头 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罗希文院士的微信名叫开直播机的老头 微信头像是一张他与第一代水稻直播机的合影留念 在2020年中央电视台开讲了的节目中 罗希文院士曾说 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微信名 让大家记住 谁要开直播机就找我 罗希文 说起这张微信头像的故事 罗院士说我最喜欢这张照片 我经常用这张照片和我的学生交流 你要搞农业机械就一定要下田 到今天就算是无人驾驶 你还要到田里走一走 踩在泥巴里面 才知道以后的无人驾驶机器 怎么才能设计得更好 这叫做脚踏实地踩在泥中 从2003年罗希文团队开展农业机械导航 及自动作业关键技术研究 到2020年广东首个水稻无人农场的建成 罗希文院士及其团队一直在践行着 对于农机事业的坚守 在视频直播过程中 罗院士在给大家介绍各项环节的同时 时刻提醒着团队成员 注意无人驾驶机器的出库时间 以及无人驾驶机器在不同干湿程度的田地里 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情况 过去一个人一天可以割半亩地 而今天我们这个收割机 大概一个小时可以割六亩地 那就是人工的一百多倍了 罗院士对现场的记者们说 今天你们看到的两台收割机 同时像一台运粮车系粮 这在中国在世界都是第一次 将来我们还要进一步实现 把粮仓做大一点 可以实现三台四台收割机 同时在地里收 甚至不同地块的也可以相互配合 在这之后 我们准备启用两台悬羹机 同时悬羹种油菜 到时候请你们看油菜花 罗院士说 搞无人农场解放生产力是一方面 农民最关心的收益问题 更不容忽视 人不下地究竟能不能种好地 这次的无人农场演示 也是为了向大家做一次成果的汇报与交代 罗新闻算了一笔账 2021年这座水稻无人农场的早稻收获很好 广东四苗米 19箱母产量达662.29公斤 比当地的平均母产量500公斤 高出32% 无人驾驶自动导航直播机走得非常直 横向误差只有2.5厘米 播种得很均匀 这样的农作物通风透气 采光好 它就长得好 这是产量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再加上能做到精准对把失药 哪里长得不好就多失点肥 产量就上去了 耕牛退休 铁牛下田 农民进城 专家种地 这是罗西文描绘的现代农业新图景 实际上 目前国内已有13个省份启动了26个无人农场的建设 种植了包括水稻 小麦 玉米 花生等作物 相关技术也在向更多国家推广 对于无人农场及智慧农场的未来 罗西文院士及其团队也有着长远的规划 我们希望在未来能够把国内和国外的机器都改装为无人驾驶机器 我们协助厂家来完成 同时 我们也要根据各省的生产实际情况来制定无人农场的建设方案 我认为这是要不断走 不断尝试的 我今年去了贵州六次 就是为了去了解和研究丘陵地形中的小地块机械化 在未来的推广中 我们也要研究十余多种不同情况地块的无人驾驶系统 去不断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无人农场是现代农业建设的标志 代表了未来智慧农业的方向 研究无人农场目的就是要推进农业机械化和智能化 为智慧农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无人农场的实现 靠四大技术 人工智能 大数据 语云计算 物联网和智能机械 人工智能主要承担无人农场信息的优化和角色任务 智能识别 智能学习 智能推理和智能角色等技术 在智能农机及信息技术方面 主要依托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和5G通信系统 北斗导航定位系统主要提供精准定位 5G通信系统实时处理大量信息及传输速度快 当前正值十四五时期 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为发展无人农场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 结合无人农场的实际应用推广 瞄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攻方向 通过无人化 少人化 智能化作业 解决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 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同时 实现农业种植的精准化 标准化 精细化 集约化 规模化和高效化 达到增产 增收 保护环境的目的 目前中国的农业数字化技术发展得很快 在农业机械导航等领域与发达国家处于并跑的状态 已经先后研制成功无人驾驶悬耕机 无人驾驶播种机 无人驾驶插秧机 无人驾驶高地系宽幅喷雾机和无人驾驶收获机等多种智能农机 展现出了智慧农业的雏形 未来随着平台数据处理分析 智能决策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农业的生产场景将更加智能 无人化农场是智慧农业的终极结果 智慧农业模式普及和推行帮助无人化农场提供了践行的底层逻辑 一句话 无人化农场未来可期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